图为F-35C舰赛机,诸葛小车精情观察第23367,今日,据媒体报道,超强台风马利亚将在近期接近中国东海,美军大批战机紧急撤离东海避难,美军航母也返回军事基地躲避台风,但令人疑惑的是,在这关键时刻,美军居然派出一个DHC-8侦察机逆风而行,奔赴东海地区执行侦察任务, 专家称,这次美军起飞的侦察机,一度靠近中国东海上的春夏油气田,并长时间盘旋不肯离去,严重干扰了油气田的正常作业,这架战机的威胁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B-52 二,在大自然的威胁下,人类显得如此不堪,毕竟就连线翼最先进的航母,也不是台风的对手,在台风面前,终极会被刮翻 天气武器如同核武器一般,被列入了禁止研发的行列中,毕竟天气武器太过恐怖,如果可以操控天气,那对于整个人类也是很大的威胁 而在如今,哪怕是战机,也会被台风刮到失灵,突围F-35C舰载机,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3367美军的航母,前两天正在那边转悠 但是因为接到了总部的指令,因为天气原因,也是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虽然航母有可能撑得过台风的袭击,但是航母上的舰载机和人员受不了 一架舰载机的价格可不便宜,美军可不想选一时之勇,把自己的舰载机全部葬送到海浪之中 所以说也是开离了相关海域,美军的舰载机主要就是F-35C是最金贵的 仅次于肩负20和F-22的战机,怎么可能是便宜货,哪怕是损失一架,也是够美军心疼的 最主要的还不是战机本身,飞行员的价格更是贵,不是一般国家能培育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损失美军也受不了,F-35C其实也就是F-35 不过是类型不一样,属于舰机型战机 突围一九,诸葛小车军情观察第23367,因为航母的金贵 所以说各国对于航母的爱惜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美军也不例外,虽然说航母可以靠很高等级的台风 但是只要出现了天气问题,都是会让航母撤离的 没人愿意去拿数百亿的航母当垃圾 这次的美军显然是因为关岛的损失,意识到了台风的严重 因为在关岛基地,美军很多战机,也是因为台风受损了 这次再前往东海的飞机,名为E9F侦察机 是根据DHC-8改装的 本来DHC-8只是一款民用机型 但是因为它的航程以及航星速度,还有性能方面都比较可靠 也是被美国改装成了侦察机的机型 而这次的侦察,确实也是让人难以琢磨 毕竟为什么要冒着风险,前往没有任何东西的东海进行侦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